深受疫情影响 M40中等收入群体也受到冲击 掌管经济事务的首相署副部长拿渡爱丁就透露 根据统计局估计 大约60万户M40家庭已经降级成为B40低收入群体 同时配合明年度的家庭收入和支出调查 政府也会检讨贫穷线和收入分级 Keperangkaan Malaysia juga telah menganggarkan sebanyak 20% atau kira-kira 600,000 isi rumah dari kumpulan M40 telah turun ke kumpulan B40 akibat daripada pandemik COVID-19 pada masa ini kategori kumpulan pendapatan masih relevan 拿渡爱丁今早在国会回应行动党亚沙区国议员 谢其清提问时强调 政府依然需要关注收入群体的分级 尤其是关注B40和M1的群体 根据最新出炉的裁案当中 只有14%的M1群体可以领取大马一家人援助金 拿渡爱丁就解释 这是因为M1的家庭收入是4850令吉到5880令吉 只有月入低于5000令吉的家庭 才可以领取这个援助金 根据统计局的研究 2019年到2022年整体平均家庭收入下滑了10.3% 0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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